你唱每一首情歌 你真的必须要把自己 设身处地的到这个情景里面去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歌 或者不管什么主题的歌 我都会用这样子的态度 在面对音乐 它不是我的工作 它其实是我的梦想的一个延续 透过音乐其实我可以 完成很多 现实生活上面 没有办法达到的美的这个部分 比赛肯定有胜负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赛 是我最不在乎胜负的一个比赛 为什么 因为所有参赛的人都是个中之选 不问你为何 我流眼泪 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 且让我给你安慰 不论结局是喜是悲 不在乎你心里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比赛 不在乎你心里的一个比赛 朝水将我向你推 紧紧跟随 爱如潮水才将你我包围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埋醉 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妇媚 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答应我也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 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 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看板人物张信哲 阿哲 唱了这么多年的歌 一直陪伴在大家的身边 对大家来说 我很像很熟悉 但是事实上又带点陌生的感觉 所以今天呢 我邀请大家 一起来分享我的故事 一起来欢迎大家心中情歌王子 张信哲 阿哲 谢谢你来 谢谢 谢谢 我的荣幸 哪里 哪里 你的开场讲得很好 你说大家都觉得 对你非常非常熟悉 27年 对不对 唱了27年 但是又有点陌生 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因为 你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歌手 你的歌 可是你人不是那种火热型的 就是你一直不是那种急于推销自己的艺人 对 我觉得这个是 我有一点刻意让自己保持在这样的状态里面 嗯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很重义的人 或者说我不是一个很艺人的这样子的艺人 所以呢 我觉得让大家尽量在我的作品里面 听到我或是认识到我 那但是呢 其他的部分我反而可以尽量的让自己活得更自在一些 对啊 嗯 27年的这个时间 我们大家都称呼情歌王子 而且这四个字从来没有在这段时间里面 嗯 大家把它转移 或是加到另外一个歌手上 而且在华语流行乐坛 我们也没有另外一个情歌公主 或者情歌皇后 所以如果我们讲男女歌手在华语流行乐坛唱情歌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阿哲 但我们讲说写情歌的话 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宗生大哥 对 所以唱情歌这件事情 大家都觉得对你来讲 就像我们吃饭喝水呼吸一样自然 我比較好奇就是 你在唱情歌的时候 有没有碰过什么比较瓶颈的地方 或者有什么歌你可以举例给我们 你说你在诠释上面 对你来讲是一个挑战 有很多瓶颈 是吗 有很多挑战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其实小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我蛮幸运的 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公司把我的定位 其实定的还蛮准的 就是以青春校园的情歌为主 那这个 那个时候的这种 那种年轻 或者说学生的这种感觉 我可以拿捏的 像那个时候什么歌 那个时候 譬如说像《我们爱这个错》 或是说《难以抗拒你容颜》 就是这种小青心的 这已经是那么久以前的歌了 对 对 这个是 好 那的印象真的太深了 真的吗 《难以抗拒你容颜》 是那么久以前的歌了 对 所以像那个时候 我的学生气质 其实我还蛮能够拿捏 这种校园的 这带一点青涩感觉的这种情歌 但是呢 其实我的转型之作 就让大家眼睛一亮的这首歌 就是《爱如潮水》 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大瓶颈 其实这首歌里面很多挣扎 对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其实我才刚刚退伍 那刚刚离开学校 然后当完兵 所以其实对男孩子来说 其实还是很年轻 没有太多的社会历练 那这首歌呢 它是一个 一个怎么说 历尽各种沧桑的 老灵魂的男人 一个内心的毒板 所以其实那时候大哥 要让我唱这个歌的时候 其实他也经过一番挣扎 那我自己其实也很挣扎 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拿捏不到 我感受不到 那个 你知道过境迁返 那但是呢 又没有办法抓住一切的 这种男人的这种心态 那时候录多久 你有没有印象 那时候这首歌我大概录了 一个星期 七天啊 六七天 对 但是这个六七天不是随便混过去的 就是我每天呢 大概晚上七点钟 到录音室 然后就开始吃便当 吃完便当就开工这样子 然后呢 我每一天下班 就是唱完 大哥放我出来的时候 一定都是天亮 就是那整个晚上就是消磨在录音室里面 然后呢 不断的去 嗯 其实已经不是练歌了 而是说 不断的去 找 那个 那个感觉 阿哲 我觉得从《爱无朝水》之后这么多年 所以情歌对你来说 它不是一个哼哼唱唱的歌曲而已 对不对 你唱每一首情歌 你真的必须要把自己设身处地的 到这个情景里面去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歌 或者不管什么主题的歌 我都会用这样子的态度 态度 阿哲讲的这两个真的很关键 在我们心里你是非常美声的 而且阿哲在入歌坛的那个时代 我们现在来看一张 三个人合在一起的照片 那时候我们有非常多的美声的歌手 你们现在同期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看到张雨生 吴斯凯 那你们是各聚一方 对 对 然后你们三个人声音都特别清亮 但是阿哲又是特别的不同 当时你们跑通告的时候 应该会碰到 会会会 其实张雨生应该是最早 我们三位 他应该是最早出道 之后是吴斯凯 然后是我 然后我们就相差大概半年左右 对的时间 所以其实那一阵子 其实我们常常碰在一起 那你在学生的时候 就这样的去频繁地跑通告 然后支持你可以 不会觉得疲倦 或是想离开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音乐 因为真的 真的对我来说 我没有想到自己 会成为一个 所谓的明星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而是说那个时期 其实我觉得 喜欢音乐的年轻人 都抱着一个梦想 就是说 只要能够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唱片 然后呢 能够唱属于自己的歌 你就会觉得很幸福 如果第一张专辑 嗯 第一个唱片 你记得那个心情吗 你觉得那个 对你一生的意义是什么 呃 我觉得 对我来说 其实 我觉得 呃 我的这个 怎么说 学生时期的梦想 已经就 圆满了 对 真的圆满了 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 是否你也想讲 如果当时问你 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 我那么多遗憾 那么多期盼 你知道吗 我爱你 是多么清楚 多么坚固的信仰 我 站上对岸大型歌唱节目 我是歌手的舞台 张信哲选择自己 十五年前的经典歌曲 信仰参赛 一贯高亢温柔的独有声线 和诚挚的嗓音 深深大动人心 舞台上的张信哲 情歌王子神采依旧 只是当天的现场观众 并不晓得 前一天 他因为感冒住院挂了病号 彩排时 几乎发不出声音 微光我觉得应该不行 因为他后面那些高音 应该也唱不到 状态不佳 林振换歌 张信哲仍然选择 背水一战 凭着硬底子功力 驾驭高音 精准完成演唱 这般的实力加上毅力 让他在华人流行歌坛 二十七年继续唱 他还是把他坚持唱完 然后而且是因没有走调的状况 那你想想看一般的人 一般的歌手 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 对啊 因为你看他一唱完之后 他一讲话是又没有声音的 对啊 所以那个是需要很强的毅力去支撑 的确很不简单 一位歌手从黑胶末期 卡带CD到现在的线上音乐 经历近三十年的岁月 坚持走自己的音乐风格 不只大环境淘汰不了他 张信哲还能持续接受挑战 与其他异流歌手拼搏 演自飞到了遥远的北方 你的名字我已想不起来 云的那边什么 参加我是歌手后 五六年纪生 像是被张信哲再勾起了青涩岁月的记忆 因为90年代的畅销曲里 哲氏琴歌几乎占了一半 他的声音就是当年的一个标杆 我们小时候呢 我记得在那个高中的时候 我们自己有一个热门音乐社 我们就在选歌 因为要选那个吉他Solo 比较简单一点的 那我们就找到了那个 那当时就是张信哲阿哲哥的一首歌叫 《不要对他说》 所以我们就 不要对他说 夜里会害怕 然后就去练那个Solo 那从那个Solo呢 就开始有机会接触阿哲哥的音乐 陪你到日出 把你看清楚 哭得累了的你看 看来睡得好无辜 在你耳边轻轻说出最后的要求 张信哲唱活的经典歌曲 实在太多 巡回演唱会上 每一首歌 几乎前奏旋律一下 现场就仿佛进入时光隧道 回忆瞬间涌上心头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 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 且让我给你安慰 不论结局是喜是悲 走过千山万水 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么美 1993年的《爱如潮水》 是张信哲退伍后的第二张专辑 当年许多男艺人都面临当兵魔咒 只有张信哲 因为这首歌再度强势回归舞台 成功从《学生情人》 转型成《行歌王子》 做这首词的李宗盛 苦磨张信哲唱腔 要他摆脱过去 刚出道时的轻柔唱法 声音试着增添 沧桑感 我记得那个时候 唱这首歌唱了七天 而且那时候大哥 是把他锁在录音室 就去吃饭了 就拉在里面唱 对 我有磨那个耶 其实那个是在磨 在磨他自己对这个音乐 他自己的唱法的感觉的改变 其实包括大哥都没有信心 他觉得这个歌只是一个实验 就是说如果 那我们用一个 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方式 那不是一个力尽双双的 那种很沙哑的声音 来唱这种歌的时候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OK 当年被折磨录了七天的歌 成了二十多年来的不败神曲 张信哲也从此在演艺歌曲上 多了情感层次 四年前 他在对岸现场直播的节目 再唱这首爱如潮水 台下就作者李宗盛 这时张信哲的歌声里 蕴含了成熟男人的心碎生情 尖奏时李宗盛已经满意的 点头鼓掌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不愿别的男人监视你的妇媚 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 他的声音的亮度 声音的那种细腻度 好像他唱歌都好轻松一样这样子 我觉得说 从年轻的时候听他唱歌 到现在听他唱歌的时候 就觉得他轻轻地唱 都可以让声音是很美的 然后让那个画面 让所有的音乐是很有气质的 我觉得是我非常佩服阿哲哥 在这个唱歌的过程当中 可以一直保有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能力 穩定 无瑕疵 几乎是音乐人 对张信哲最多的评价 即便流行音乐市场口味不断转变 张信哲保持他纯粹细腻的嗓音 从上个世纪穿透进人们心坎 像烙印抹不去也忘不了 你转不停我的爱 你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 你和他之间 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 你隐瞒对我说 别怕我伤心 我觉得没有人是 像他这种声音的代表 就是再往下就没有了 而且要这么稳定 其实很少 白月光照天涯的亮光 在心上却不在身旁 操不干你当时的泪光 雨太长 今年张信哲不只登上对岸的残酷比赛舞台 还在睽違十年后 踏上台北小巨蛋开大型各唱 即使同期的许多歌手都已经隐退 张信哲维持自己的声音 体力在最佳状态 高音音色 真假音转换都一如当年 继续透过清澈婉转的歌声 捍卫着情商的人们 经过了这么多年 你觉得在你的生活里面有哪些事情 曾经不断的挑战你所信仰的 我觉得我很庆幸的就是我很小的时候 就很清楚自己知道要的是什么 你在追求的是什么 所以你敢选择 就是你敢选择跟人家不一样 对 因为其实包括音乐也是 包括走这一行其实也是 就是说我的出发点 可能跟很多其他的艺人不一样 其实我真的是纯粹喜欢音乐 所以呢 纯粹的希望能够有一张 属于自己的唱片 所以当这些都完成的时候 其实我变成我没有太多的欲望跟需求 那在这27年里面 我可不可以比较直白地问 如果曾经有非常直白就比较不红的时候 或是说当你的很多商业演出 没有那么频繁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的保持那个 就是做音乐继续的信心跟期待 譬如说最简单的一次就是 我之前有一次是 我的声带长了息肉 因为我的胃不好 所以我被胃液 胃酸 会使到逆流 对 所以长了息肉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很严重 因为连医生都没有把握 就是说开完刀以后 我的声音是不是能够保持原来的样子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 很难的决定 我想对于很多艺人来说 绝对是一个大煎熬 但我那个时候异常平静 是吗 对啊 我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 那你就想说万一不能唱了 这个没有恐惧到你 我不会耶 我那个时候就会想说 OK 就算我真的不能好好的唱歌了 那我还可以做很多跟音乐有关的东西 因为幕后的事情我也很喜欢 而且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超乐观就是觉得 好啊 就算不做音乐不唱歌 我应该也不会饿死了 我觉得你只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就是希望能够好好的做音乐 我希望能够好好的唱 那相对的你就会 从这个目标里面找到很多的出路 对 所以说有一个人想学阿哲成功的方法论 我觉得很难有一个know how告诉他 但是他要保持那个热情才是最重要的 对 我绝对唯一的know how就是那个热情 这个是真的从小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的 那只有心能够灌溉他 而不是收入跟名气 对 从专辑到现在 我们刚刚说走了二十六七年 你保持了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也许别人不能够很敏感的感觉出来 可是你知道那里面有一些你坚持的价值 人往往会因为各种状态 变处啊 对 各种变处 各种生活上面的压力 而放弃掉很多原来的期望 或者说原来的梦想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在面对音乐 它不是我的工作 它其实是我的梦想的一个延续 透过音乐其实我可以 完成很多现实生活上面 没有办法达到的 怎么说 美的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才是我觉得音乐最感人的一个地方 也最吸引人的地方 那音乐的这个世界呢 其实才是我一直觉得 我一定要好好地用各种方式 让他们保持圆满的一个世界 反而现实的生活 现实的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反而变得不是那么的重要 打动人心 就是把你的情唱出来 但是我绝对相信 其实不管世界怎么在变 然后历史怎么在走 我觉得人的情这件事情 它不会随着观念 或是随着政治 或是随着其他的一些的改变而改变 我觉得人的情永远都就是这个样子 台湾现在透过网络也可以看到 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 就一直有一个讨论 就说 阿哲还去参加了这一次的这个比赛 你带给他很多 吉利是那个参赛的精神 每一届他们都邀请你 对 那今年你转了念 你就去比赛了 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觉得这个节目呢 其实也透过比赛 跟透过它的影响力 慢慢的让大家 或是教育大家 来看音乐 或是歌手的竞技这个问题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会放在 把重心放在名次 优胜劣败 优胜劣败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一直在考虑 在挣扎 要不要去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其实出现了一个铃门一角 就是 这群原住民的小朋友 台湾的你们的孩子 对 因为其实 这次我是带着 桃园国小的小朋友过去的 台东的桃园国小的小朋友 但是呢其实 不只是他们 我接触到了好几个 因为之前一直在 跟教会合作嘛 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说 那我也许可以透过 这个影响力很大的节目 是 来 来推动这个事情 那 所以呢 其实这个是我最后跟他们谈的条件 就是说 如果 你们真的很想 我去参加这个 这个节目的话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帮我 完成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让这些原住民的孩子 在最后 能够跟你一起 站上这个舞台 最主要的是 就是 长期的支持 我们这些 不只是我们的原住民 其实包括大陆 大陆呢 也有很多 偏远地区的 少数民族的小孩 小孩们 他们也有这样子 音乐教育的需求 所以呢 其实我是希望 透过这个节目 把这个事情搞大就是了 你没有 一点点 就是说有的人会 想象你们可能 有犹豫跟挣扎 说你好像 从一个情歌王子的神坛下来 然后走到一个竞技的擂台 嗯嗯 所以对于你自己的 我们讲 骄傲或自尊 没有挑战到 嗯 我觉得骄傲跟自尊这一块 反而是对我来说 最没有 最没有负担的 这个部分 就是说 比赛肯定有胜负 然后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比赛 是我最不在乎 胜负的一个 一个比赛 为什么 因为所有参赛的人 都是 各中之选 你真的跟 最强的对手 在一起的时候 你真的才会激励 你 你内心的那个 不能说斗志 而是说 激励你内心 真的有一些潜能 那这些潜能 发挥的 效果呢 其实我现在来看 反而是 真的是 超乎我的预期 妹妹 我那时候有一股热情 我想要把 台湾这些 老房子都留下来 那 买不起 就只好自己画 小心翼翼的 打开一本黑色画本 张信哲拿出一幅幅 花工精巧细致的建筑图 眼神发亮的 跟我们分享 画中故事 那个时候 台湾一直在拆嘛 那我就觉得 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 去留住一些 台湾的记忆这样子 那 所以我才会开始 收集这些老东西 他其实就是 越老的东西 他越喜欢 他从年轻就这样子 所以我就常常 就开着车 然后全台湾就到处跑 都在找垃圾堆 那一次他就翻出一个什么 翻出那个医生 在用的那种听筒 你知道吗 他说 你要把这听筒带回去 不好吧 那个医生搞不好 已经都已经过世了 然后这听筒 你怎么给他拿回去用 他说没有关系 这是古董 张信哲爱古董成吃 在圈内无人不知 其实他这个嗜好 是从画老建筑物开始酝酿 仔细看他 秀出每一张 像是用电脑绘图 印出来的建筑图稿 是他三十年来一笔一笔 亲笔描绘 画风工整细腻 像这幅台南观庙老街 不论是建筑物的设计造型 巴洛克风格的规律装饰 甚至是门窗间隔 门柱样式 都原汁原味 这个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台中的火车站 对啊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 会去每个地方拍 然后拍完了以后 就把他们的那个 立面图画下来 这样子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有一阵子有谣言说 火车站要拆了 所以呢 因为那座台北车站 已经拆掉了 所以我就赶快去 赶快去拍一拍 对 怕来不及留住 这些台湾美丽的古迹 只要一有空 张信哲喜欢漫步小巷弄 边逛边拍照 他说用这种方式探险寻宝 照寻古老的城市记忆 是他偶尔吞下艺人光环时 与自己独处沉淀的方式 它有几根 然后它的那个间隔 大概怎么样都会画 然后包花 其实你看的这些都是 你看的这些都是 石头拼的嘛 对不对 所以它每一个 石头拼的痕的 痕迹的部分 我都会细路下来画上去啊 张信哲的观察力 细微到令人扎舌的地步 他拍照 不是只拍外观大概的轮廓而已 一面墙上 有几个砖块拼成 他都要算清楚 然后再缩小比例 画成图 反映出性格上 追求完美的特质 我觉得细节很重要 我们不是说魔鬼 都藏在细节里面 就是说 尤其是做音乐 其实也是 音乐有很多的细节 都要很认真的去弄清楚 因为其实你只要稍微 稍微一大意 你放过了那个细节之后 你做好的成品 譬如说CD 大家一辈子都在听 那相对的 你每次听到那个 你没有弄好的地方 你就会很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就是尽量 尽量把细节都抓好 不要让自己有遗憾 今年他重登舞台 参加对岸的大型比赛 事前的选歌 练习 编曲 表演方式 都由张信哲一手策划 力求 无瑕疵 他挑战苏睿的名曲 《亲爱的小孩》 找来台东布农族的小朋友 一起合唱 成功征服对岸观众 台下热泪银筐 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 在风中寻找 从清晨到日暮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能看清楚 是否然后吹熄了蜡烛 在天安中如此满足 亲爱的小孩 这个目的性就很清楚 我传达的方式 譬如说 带来这批原住民的小朋友 然后唱这个歌 然后这么编 跟这么表演的方式 就是说 我的压力是在这个 就是每一次的 唱的那个 选的这首歌 然后表达的方式 跟表演的东西 是让大家 可以清楚地体验到 我想说的东西 因为行程满档 前一天夜里 张信哲才赶回台湾 神态看得出略有疲惫 为了宣传演唱会 张信哲只有一天跑通告 时间被塞得满满 喉咙发炎了快两个月 依然没有完全康复 但他坚持每天练唱 所以我们看起来很自然的事情 其实是最不自然的 所以我们看起来就说 他身材不变 声音不变 其实是最不自然 是因为那需要 一直去训练自己 艺人在这个部分 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 我们只能说他非常敬念 生活自律 个性低调 不吵话题 张信哲三十年来 以自己的歌唱实力 牢牢稳固基本盘 对演艺事业 其实也随遇而安 就连遭遇唱片市场 在十年前整个翻转 CD实体被数位化取代 让他歌唱生涯一度受挫 张信哲也能立刻 调整自己的脚步 重新再出发 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 都是一样 它就是一个轮回 就是说 你肯定是起落起落 那我曾经起 那也会落 那我要怎么再起 再怎么迎接下一个波峰 这些东西我要先 自己调整好这个 坚定要走的路 坚持要做的事 无论演艺圈的面貌 变换多快 观众的口味 厌得多难以捉摸 张信哲秉持自己的人生哲学 清楚定位 不贪不躁 就像他喜欢的老物件一样 有独特的价值就可以明星 穿透时光长廊 永远有出口 听阿哲唱歌好轻松 然后还有就是 为什么他可以一直保持这么稳定 一点都不轻松 对 我知道 因为你唱每一首歌好像是举重若倾 不然里面多浓厚的情感 多强烈的挣扎 多复杂的纠葛 然后听的人就说 为什么张信哲 就这么轻轻松松的 可以把这首歌唱出来 然后一唱就穿越 刚刚那个报道里面说 从上个世纪 我心想说好夸张 其实一点都不轻松 其实我的歌 我大部分的歌都很难唱 然后 所以他就说稳定 他就说他很好奇 为什么听起来这么轻松 可是你可以保持这么稳定 其实 我有时候也必须要 那个深渊一下 就是说 其实大家常常会 第一个 第一时间被我的音色吸引 那我必须承认 其实我的声音真的还蛮特别的 但是除了声音之外 这么多年来的训练 其实让我有一个 真的还可以 还不错的唱歌技巧 所以其实大家常会觉得 我是没有在用太多的 歌唱技巧来唱歌的人 但其实不 但其实不是 其实 其实呢 怎么去保持一个 稳定的发展 不能说稳定 稳定的发挥 从头到尾把一首歌 故事讲得清楚又精彩 然后呢 又不能有大的瑕疵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 其实真的很难 我到目前都还是觉得难 那但是我觉得怎么说 唯一一个让我觉得可以 稍微释怀一点的部分就是说 其实情歌呢 它要求的是 一个真挚的感情 其实情歌不会 情歌不是要求完美 最重要的就是你故事 要讲得精彩 因为情歌它第一个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打动人 心 打动人心 就是把你的情唱出来 那但是我绝对相信 其实不管世界怎么在变 然后历史怎么在走 我觉得人的情这件事情 它不会随着观念 或是随着政治 或是随着其他的一些的改变而改变 我觉得人的情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一直觉得情歌其实是要 是要唱 唱情歌是要超越时代的 它不能让那个时代束缚你 不能让那个时代的审美 不能让那个时代的观念 束缚你的情歌的部分 那我们晓得阿哲的父亲 是一个令人尊敬的牧师 那最近有一个MV 我们先来看一下 阿哲会唱这首歌 好特别 您父亲高龄超过70 他数十 应该是73 7374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个片段 这里面 不容易也他请到他的父亲一起入镜 蒼蒼 我们看一小个片段 撑在一起 撑在一起 甚至在一起 封断的淡淡分房 于你慢慢品尝 在你发苍藏 皱纹在脸上之称王 再多年少的轻狂 有你肩膀可以放 陪伴给了我力量 陪伴给了我力量 这首歌拍的时候 你觉得最感动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感动的 当然还是能够跟爸爸一起 是 跟70多岁的父亲 就是我们人生中年 还可以跟父亲一起 对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 怎么说呢 很开心 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会想到 要做这首歌 其实是去年我爸爸妈妈 他们是50周年的金婚 半世纪 对 那我一直在想说 我要送他们什么礼物 那最后想说 好吧 就用我的专业 来送一首歌给他们 这首歌是一个爱的表现 在这么长的父子关心里面 我们有时候想象 刻板印象觉得牧师之子 会比较拘谨跟严肃 刚好也有一点反应在 我们对你的刻板印象里面 就是阿哲是个非常规矩 然后我们的气质非常好的男生 这样子 没有 其实牧师的小孩 通常牧师的小孩都是走极端 是吗 对 但我的叛逆就是那种 没关系 我帮我爸留面子 但是呢 其实我们内心 还有很多的想法 各种各种那个内在的东西 不断地在翻滚 我是那种不一样的叛逆心 所以我读到说 比方说 后来你跟你父亲的相处里面 你爱他的有一个方式 是报喜不报忧 是这样吗 对 对 这个是到后来 到现在还是吗 到现在还是 从小就是这样子 我一直从小就是 就是希望把最好的 跟他们分享 我会开始收集织绣 其实是跟我的外征祖母有关 他去世以后呢 其实我们就整 我阿嬷就整理他的遗物 但本来是要烧给老人的 但是我就不行 这个我自己要留着 我要留着做纪念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得如何匆忙 你总静静地眺望 望我的方向 等我的归航 牵挂伴随你白发苍苍 皱纹在脸上只称望 再多年少的情况 有你肩膀可以放 陪伴给了我力量 岁月的帮人房 岁月各淡淡情香 温暖以爱酝酿 几句定铃放进行囊 无论到四面八方 各多档起回唱 不同车站同一扇窗 成长的淡淡芬芳 与你慢慢品尝 我愿悲伤幸福重量 越过了几片海洋 你是终点的钢 无风无浪平静安详 牵挂伴随你白发苍苍 皱纹在脸上支撑网 再多年少的轻狂 有你肩膀可以放 陪伴给了我力量 陪伴给了我力量 阿哲如果大家对于你 收集这个古文物的专业 非常佩服也很了解 那如果不谈理财的角度 你在介绍的时候 可以告诉我们这些 带给你生命里面 哪一些感动 透过他们 其实我可以感受到那种生命 或者说这个永恒的轮回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相对的 相对的你透过这些东西 我会让自己进到另外一个很平和的 就是说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面 所以那个平静跟平和是非常有超越性的 对对 所以像这些东西 像这件可以让观众朋友 能够比较仔细的了解吗 它还有光泽 大概是嘉庆年间的一个龙袍 那我会带它来 一方面是它保存的状况很好 然后又是很特殊的工艺 它是刻丝 那刻丝应该是中国传统 最特殊的一种 织品的一个做法 那刻丝基本上 它是有点像是在画画一样 就所有图案 它是有个特殊的 对 那所以我觉得刻丝应该是 中国织绣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类型 这个全世界都没有的 那像前面这一个 它是一个垫子 那垫子应该是同光时期之后 满族的贵族妇女们 会带的一个头饰 蝙蝠代表福气 蝴蝶就是代表高寿 这你说以物济情 在这些古文物 跟你的这个关系里面 无言的关系里面 你通常放进哪些情感 我其实收集每一类型的东西 都有一个原因跟故事的 我会开始收集织绣 其实是跟我的外征祖母有关 那 它大户人家嫁过来 对对对对 它还是绑小脚的 那因为我是长孙嘛 所以它特别的疼我 那但是它去世以后呢 其实我们就整 我阿嬷就整理它的遗物 但是我就觉得这一批东西 其实是我阿祖的一个纪念 然后我就直接 我就直接霸占过来 因为它们本来是要烧给老人的 但是我就不行 这个我自己要留着 我要留着做纪念 然后从这个东西开始 我才开始对我们的传统织绣 开始慢慢地收集 慢慢地有兴趣 所以其实我在收集每一个东西 都是有一些 人或是世的 对对情感的缘分 我觉得好棒 因为好多人人生有很多片段 到后来他不想回顾 或是宁可遗忘 可是你有好多片段都变成了你 现在很棒的寄托 跟形成了现在的你 对而且我也希望吧 就是透过这些东西 或是透过我的音乐 把这些片段慢慢地记录下来 我其实年轻的时候 我还算是蛮愤青的 就是说我会开始收集这些老东西 跟我的生活也有关系 其实我小时候住的是西螺 西螺就是古镇嘛 然后我学画画 然后我记得我们的美术老师 带着我们就是去写生 画的就是这些老街老庙 然后当我们在画的时候 老师会跟你解释 或者说教你怎么去欣赏 这些漂亮的东西 那当你把它们画下来的时候 其实那个东西就已经 真的随着你的画笔 到你的心里面 所以其实我在尤其在民国 大概七八十年那时候 台湾不是经济大起飞 然后开始 股市万顶 对对对 然后这些老 78 79年 对对老房子老街就开始拆 对 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超级愤青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来 用各种方式留下来 所以包括收集谷物 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留住我家乡的一些 我身边的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现在非常了解 你知道吗 越除了谷物之外 我们今天很感恩 阿哲有带一个话给我们 你说他说这些谷物 对你来说是一个保管者 因为他自己的素描跟技术 对 我就是同样的情感 你的话会吓到人 因为这太公笔了 对 这个是大稻成 你自己去 你是先拍照 然后再回家再素描 对对对 我那个时候就是先把他们拍下来 然后回去就把他们画成立面图留下来 因为这个都是我大概高中的时候画的 那你画这是不为了什么 没有 不为了 我就是要为了把他们留下来 因为那个时候不断地拆 我就想说 反正我买不起 我帮你们画下来总可以吧 那你这一格一格一格 我听我们记者说你都是照数的 就是 对对 把他们算好比例之后就是 然后你画这个你可以一个人 就是在那边慢慢的 对啊 我就拿整笔自己慢慢画 自己进入那个入定的状态 就是我要问的 来我们再还有一张 然后这个是 来我这个先放这边 很小心的 这个是其实我开始慢慢的会把它们着色 但是因为真的太 这些太久了 这个纸都已经泛黄了 对可是它整个那个颜色跟 这个是当时的台中车站 台中火车站 所以三张把它接在一起 对 这很细 这个也是你想用图把它 对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一阵子就是一直想说 一直听到这些老建筑 即将被拆掉的这个 这些传言 所以我就真的是疯狂的 就是只要一有假期 我就坐着公车 然后全程跑 然后又去拍这些 阿诚 我们今天聊到这 我觉得真的非常感恩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 一个公众人物 一个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大家原来从你的歌认识你 后来其实有很多人 从古文物里面 去了解你对于永恒 这件事情怀抱的这个情怀 这么多年 然后你照着你所喜爱的 跟你选择的信仰价值 这样生活下来 我觉得很不容易 在即使不在综艺圈 在任何一个生活里面 都很不容易 我觉得其实圣经里面 有很多很有智慧的东西 那我一直算 不能说是我的座右铭 但是一直是我的一个 人生警惕 就是说其实上帝 耶稣曾经教导他的门徒 就是说当他们去 以后去各地传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们要 灵巧像蛇 寻粮像鸽子 所以这个一直是我的一个 怎么讲 人生的一个 或者做事的一个警惕吧 就是说我希望我做的事情 真的都是美好的事情 然后是我喜欢的 我觉得我想要传达的一些 我的人生观或是价值观 但是我也必须要很聪明地 用大家可以接受 或是说不会伤害自己的方式 去传达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这个是我一直 怎么说 把它当做是我的做事的一个 小警惕的一段警言吧 阿泽今天真的谢谢你 因为我知道 206你是特别的忙 3月26的演唱会 然后又有 湖南卫视 我是歌手比赛 谢谢你来到这里 给大家带来这么多 美好的智慧 祝福你 不管是比赛 不管是演唱会 把你的感染力 继续带给我们大家 好 谢谢 感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